大家好 我是Amanda老师 我们来看7月29号到8月4号的星座气象 首先本周呢我们会遇到太阳啊 跟火星形成了一组六分相的相位 那受到这一组相位的影响呢 要小心一点哦 我们可能跟好朋友 或者是一些比较亲近的这种同事之间呢 会有一些因为我们意见的不合而产生的争执 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哎不错呀 有一些脑力的激荡对不对 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 但是讲着讲着越认真了 可能这种有时候言语上一个用词不当的话 可能就会伤到对方了 所以这时候呢说话的时候稍微的谨慎一点 然后抱持着一个比较多吸收多接受的态度 就可以避免冲突的发生了 另外呢如果想要进修啊 增加自己实力的朋友们 可以好好的把握这一周 有机会呢搜寻到 或者是在网路上遇到一些不错的管道 让我们好好的充实自己 再来呢本周我们会遇到了狮子座的心悦了 那受到狮子座心悦的影响呢 有机会遇到这种我们讲说梦中情人 或者是我期待已久的一个工作机会 一个表现的机会出现身边 这时候要提醒大家了 勇敢一点跨出我们的舒适圈 去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们看见不一样的天地 另外呢就是如果当我们真的觉得心里有点烦躁 觉得哎呀好像有点说不出来的闷闷的 或者是这种焦虑感的时候呢 透过一些真的是自己的一种宗教信仰 或者是呢有机会就是出去走走 不管是长途的旅游 或者是就在自己住家附近 这个去探险一下 找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 这样子走一走看一看 都能够转换我们的心情的 接着我们来看每个星座的这个星座运势 首先牡羊座的朋友 可能本周啊有机会再一次听到前任的消息 不管是跟我们直接联络呢 或者是辗转听见总是会让我们的心情出现蛮大的一个波动的 金牛座的朋友特别要注意自己的肺部跟呼吸道的保健 好如果真的觉得最近这种好像喉咙不太舒服 或者是出去的时候空气品质不好的话呢 戴上口罩再出门对自己的健康会更有保护的 双子座的朋友要注意 可能我们跟恋人之间也会有一些口角争执出现 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很难有真正的对与错 有时候吵着吵着就算你吵赢了 对我们的关系来说其实也是输掉了 好这一点要记住哦 巨蟹座的朋友要恭喜了 可能呢如果你想求桃花的话 有一些这种桃花正在酝酿 或者是你的这种恋情已经悄悄地展开了 好好的享受这段时光吧 狮子座的朋友反而会觉得 我们在人前好像总是扮演一个小太阳 很欢乐的但是回到家中 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觉得有一点点没有人懂我的估计胆 需要去排遣 处女座的朋友最近投资运不错 我们这种口袋满满的 其实真的对自己的信心也会越来越强的 天秤座的朋友要小心哦 有时候啊我们参考别人的意见 但是不要一直去反除某一些 这种特定的话语 免得只是自己在心里不开心而已 天蝎座的朋友呢 最近这种人缘蛮好的耶 各种聚会邀约非常多 但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饮食哦 不然可能会有身材走样的危机了 射手座的朋友 前一段时间开始展开的恋情呢 其实非常的甜蜜 这种哎呀 真的是让自己觉得 好好享受这一段甜蜜的时光 魔忌座的朋友要提醒你哦 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暖身的这种动作 不要反而造成一些运动伤害就滑不来了 水瓶座的朋友如果手中有一笔闲置的资金的话呢 可以好好的认真规划一下要怎么去运用它 或者是呢做如何的理财 双宇座的朋友最近啊 可能真的是能者多劳 会看见呢同事都下班了 自己还在加班 好这时候怎么样去更有效率的做事情呢 就是双宇座的朋友要去努力的了 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星座运势 欢迎大家分享按赞运势会更棒哦